目前疫情稳定不少观光产业开始复苏 为促进县内的观光县长张丽善亲自拍广告 要来推销好玩景点 希望外山市的民众能够来游玩 享受云林最特殊的人文风景 也可以吃遍县内的山珍海味 将美好的回忆记在脑海时常来云林游山玩水 非常推荐民众来安心旅游哦 因为疫情已经渐渐稳定 现在正是旅游的好机会 为了将云林县内的观光景点推广到外县市 县长张丽善特别拍摄广告 力邀民众一起来云林玩 来到云林可以畅游云林 不但是我们这边农特产品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你可以玩云林吃云林 让你感受到幸福云林的好滋味 那最重要的海线呢 我们不但是有一无知红尺 可以看夕阳 还有我们到三条轮海水浴场 那甚至呢 我们有很多的社区营造 那社区发展协会 所有把我们农业渔业的一个体验 都是可以清零现场来体验 我想这是一个农业大县展现 让我们所有乡亲来到这里 感觉不一样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 除了规划云林安心旅游Let's go 县长也表示 借由云东经典步道深呼吸 以及云西海路深度为旅行 鼓励大家来云林游山玩水 将美好的回忆记在脑海中 最重要我们在后疫情时代的振兴经济方案 那我们提出安心旅游Let's go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最重要提出我们云东 经典步道深呼吸 大概有20条步道 适合全家一起来旅游 那我们在云西的部分 我们提出海路深度为旅行 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大县本身 农业的特色 还有我们很多的风味餐可以介绍给大家 那这是老少咸也都可以一起来的 那我们推出云东云西 所有的这些风景 非常美丽的风景地点 让大家一起来旅游 希望大家来到云林县 都能够宾至如归 那畅游云林 云林是农业大县 但人文风景却是非常的丰富 希望游客来玩的时候 能慢慢体会属于云林的特色 记者留意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